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进行 退休金融风险管理与台湾经济活动的探足迹之间的研究 发现了一种新颖的投资视角正在出现 也就是提倡采取偏向老年消费者的策略 这种转变的前提是不同年龄人口的违约风险有明显差异 年轻消费者表现出较高的违约倾向 所以本课程的重点在于 区分不同消费者群体的细致入微的投资策略 有助于应对当前市场的不确定性 这种策略可以对冲潜在的市场波动 使投资与更具弹性的消费者群体保持一致 市场似乎正在围绕特定价格水准调整其反应 这有助于确定未来的价格轨迹 投资者应对这些价格水准保持警惕 本季资金回撤明显 进入新一轮调整 由于对通膨的持续担忧 和对潜在经济衰退的预期 市场目前面临压力 此外对各国央行 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猜测 为投资环境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 在八个月前本频道急要 大家要多注意日本央行的决策 尤其是利率与外汇市场 八个月之后日本债券殖利率 已达到十年来的高位 促使日本央行购买债券 必要时将干预外汇市场 再者 当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 维持利率不变时 往往会削弱各自的货币 货币疲软会影响国际投资流动 和贸易平衡 因为低利率会激发投资者在新兴市场 或其他资产类别中寻求更高的报酬 较低的利率会提振经济信心 正如东方哲学《易经》 《易经》中应用变化的思想 极万物皆有阴阳两面 互相对立而又互相依存 保持低利率会加剧通货膨胀 由于货币贬值如果需求大幅增加 且供应的限制仍持续存在 将会发生输入性通膨 而且低利率往往会鼓励借贷 国家和企业因此会承担更多债务 这引挥发人们对全球债务永续幸运 对潜在经济前景的担忧 因为目前国每年的长债成本 约为6300亿美元 平均利率为2.8% 预测超过2兆美元的财政赤字 长债成本飙升 到明年就会成为美国财政的 第二大支出类别 财政部本可以利用异常低利率的时候 在利率较低时发行长期债券 从而缓解这个问题 但是联准会的政策是基于过时或成就的数据 特别是在与住房和租金相关的通膨计算 较及时数据显示通膨率至少是低于2% 甚至更多 实际情信与联准会 似乎使用的较就数据显示的较高利率 明显背道而驰 所以本频道就是透过类神经演算法 针对所公布的经济数据来补救 这个缺失 但是 至今为止 物价仍然在上涨 可是您的薪水就是没有提高 通膨仍然是投资者持续关注的问题 尽管这些通膨压力值得注意 但透过类神经演算法的计算 发现其影响力不如 COVID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破坏那么大 日本央行将做出调整策略 上调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目标 标志住其货币政策立场即将转变 然而 这并未被解读为明确走向 应派政策或终止当前宽松政策 此外 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波动 突破150大关 预示市场新动向 需密切注意 在技术领域方面 出现了分歧 一些科技股在美股盈于EPS成长的支撑下 继续将市场维持在高位 专门从事AI人工智慧 晶片的公司预计收入数据乐观 显示尽管市场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但其业绩表现仍然强劲 然而 这些积极的预测与 科技业其他领域不太乐观的预测并列 凸显了该产业对市场变化的脆弱性 市场经历了整年的波动 发现一些公司的财务表现 表现出坚强的经营管理任性 与在国际学术期刊写的文章一般 但其他的公司则面临挑战 科技和汽车等关键产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Google和微软等公司显示出强劲的财务状况 台湾市场目前正处于关键时刻 市场心理与情绪发生障碍 当前的市场情绪似乎受到 历史购买驱动的心理压力 主要关键的是历史买盘强度 能否形成强劲突破 仔细研究历史交易量和价格 金融业似乎已准备好实现潜在成长 银行的市值仍低于其收入 其强劲的绩效指标 使其成为强而有力 汽车股的走势强劲 主要是基于对股票表现的技术分析 不过市场情绪似乎有些负面 建议在做出投资决定前先仔细观察 在制药和能源公司 技术分析等事后指标表明了 只要维持特定的支撑位 这些产业就会显示出上涨趋势的希望 本影集先讲到这里 本影片只是整理过去72小时 国际财务金融局势 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况 再透过类神经等人工智慧AI的演算 归纳出一些及时观点 仅供教学与财务金融分析的参考 并不做任何时机的任何市场的投资建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一题 请在下面留言 最后 本集最后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制作影片本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正是依赖着大家的互动与鼓励 才能不断地继续下去 如果您感觉今日的影片有点点收获 请记得按赞 以方便未来您想要观看的时候搜寻 也更希望未来能够持续有动力 在此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企画 谢谢您的观看